今天事实上实际签约了 那可能这一个在鸿海跟台积电之后呢 那采购500万剂边梯辉瑞疫苗捐赠 那这可望成行 那同时在冬奥的部分 纷纷牢牢 不是只有戴之影的机票 这个大家在意 全球现在很在意的是 冬奥搞不好弄了老半天 结果不排除还是很卡 没有错 好不容易我们终于搭了飞机到了东京去 然后做好万全的备战准备 可是问题是冬奥的职委会他们到现在 他们也是不排除 如果疫情升温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取消 所以7月23号开始的东京奥运 到底能不能办呢 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个情况就是说 到底这个疫情能不能控制下来 第二个部分说 到底民众真的对这个防疫有没有信心 先说他们的疫情这一波 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他们最新已经来到了一天 有1387个人确诊 这也是他们今年来的第二高 可是除了是第二高之外 最重要是他们7天来有6天 都超过1000个人的确诊 然后这一周比上周的确诊人数是1.5倍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就是东京 日本它的疫情是在升温的 那在升温可是如果它能够出现防疫泡泡 就把它的选手跟它的这个选手村 跟一般民众隔开来 那你还是可以办你的冬奥啊 是没有问题 问题就是现在看起来 他们认为防疫泡泡已经破了 原因在于第一个事情就是 从包括选手啊 工作人员甚至媒体记者 整个东奥的选手这个族群 已经有71个人确诊了 所以感觉已经群聚了 感觉已经慢慢有越来越多群聚之外 第二个他们觉得说 你今天选手村根本没有办法 彻底的跟一般民众隔绝开来 所以这个泡泡是你在想象中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他们的最新的民调显示呢 有68%的日本的民众并不相信 不信任他们是可以控制疫情的 所以有55%就超过一半的日本民众 他们其实并不希望举行东京奥运 所以呢内忧外患 就是疫情没有降温的趋势 民众也不支持 更甚者是连企业也可能不支持 因为最近Toyota做了一件事情 他们已经决定了 他们的这个相关广告 不会在国内的这个播出了 这个奥运相关广告 那这个可能就是 他在于这个民众的观感 因为民众显然对这个奥运的支持 不是那么正面 所以如果Toyota这样决定 会不会造成其他的企业也跟着 做这样的决策 甚至进一步影响东奥呢 所以这整个情况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7月23号 有没有机会举办 举办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可以让他继续观察下去 其实不只是东京啦 大家可以确定说 事实上呢 在台湾这一波可以控制的下来 第一个算是真的相当的快速 民众相当的自治 然后我们的疫苗施打率 也已经看起来可以到达25%了 可是25%够不够 如果以目前Data病毒 在全球肆虐的状况下 显然不一定够 先讲疫苗施打 已经相当一定比例的 美国已经将近五成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他一些疫苗施打率比较低的州 最近拜登不是喊话吗 这是拜托啊 赶快打疫苗啊 因为这些呢 疫苗施打率比较低的州 就是占目前他们大量确诊的 很高的比例啊 他们现在呢 一天也来到三万多个人以上的确诊 这几乎是他们之前 两周以前的倍增啊 那原因为什么 因为有些州的施打率一直很低 所以当你的施打率低的情况之下 你的确诊就是会高起来 这个可以看到 现在东南亚地区也一样 比如说 你很难想象像越南好了 越南这一波呢 他单日新增已经超过4000人 而他的灾区也是一样 急中在首都圈 光是胡志明市一天 也是新增超过3000人 那问题来了 就是说他们从 跟我们一样是防疫模半生 所以他们累积到 现在是6万2000多个确诊 可是其中6万例 是在4月之后这一波出现 整个全 他们全国几乎都在这一波沦陷 等于说在Data肆虐之后 他们呢 疫情迅速的增加 所以导致他们现在非常的 赶快进 他们也是一样 跟台湾一样 他们就调派医护 相当的工作人 要进入胡志明市 就是协助处理这一波的疫情 所以你知道 因为越南的疫情 它的疫苗施打率 也是始终还没有拉上来 因为他们疫苗 一直也还没有到获完成 所以这一波来讲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严重 那刚才更严重的是印尼 大家都在印尼 现在一天已经超过5万的人 就是确诊了 而且因为医疗能量的不足 造成的相当死亡的人数 也已经很多 可是你不要以为只有东南亚 事实上呢 在包括澳洲 澳洲的阿德雷德 也宣布要封锁 对 本来是从雪宁末尔本 我今天看到病毒接种六成七成 结果可能再封城 对因为新加坡今天 已经新增182起的本署病例 跟13日的境外移入案例 单天195例 是他们从去年7月 到现在最严重的单日新增案例 那因为他们本来是 想要恢复正常的新生活 可是呢 他们已经宣布 从22号开始 他们要再度禁止餐厅内用 社交聚会人数也从5人降成2个人 还要紧缩大型的活动人数限制 而且这些措施会实施一个月 一直到8月18日 那疫苗打到六成了都还这样 还会这样 然后破口在哪里 你会觉得全世界的破口都很像 要不就是像澳洲 澳洲来自于一个司机 他载到了什么国际的机组人员 被传染之后 没有注意就进入了社区 那像新加坡呢 前一波拉起了100多人确诊 是在于一个卡拉OK的事件 就他们有一个 类似我们的万华事件 就是呢 因为他们当地呢 本来在疫情期间 这些什么KTV啊卡拉OK啊 他们未让他们可以有生计 所以他们会辅导 他们转型做 不唱歌 转型做餐饮 就是做真正的小吃店 可是事实上 有一些没有接受辅导 他们就挂羊头卖狗肉 他是真正做得像台湾的小吃店 就是他除了做餐饮之外 还有从事其他活动 但是刚好其中有一个 不知道是在本地感染 还是从境外进来 这个短期工作的 这个越南的女士 他感染之后 就拉起了一波这个传染链 所以到现在可能造成 他们第二次又要开始 他们要进入新一波的封锁 所以你可以看 他的疫苗施打率很高 已经六成以上了 可是一样一个破口 就可能造成一连串的感染链 所以一样的 就是台湾未来现在是阿法 可是如果你像韩国 韩国现在主流是Delta 对 美国也是Delta 美国也是Delta 韩国现在几乎四分之三的新三案例 都已经是Delta了 就是Delta进来之后 就是考验着说 除了说你的防疫 个人的自治之外 整个疫苗的接种 真的已经不是25%是不够的 他一定 必须到一定的高度 他才有机会阻止他在社群蔓延 而且Delta直接考验疫苗的能力 保护力 现在好几个疫苗 已经直接公告证明 他遇到Delta 他的效力大降 是 那所谓效力大降 尽管他预防重症了 可是他没有办法降低传染率 就是说传染的这一个过程 跟传染的扩散 仍然可能持续蔓延 尤其是像昨天李批有谈到 尤其是针对无症状感染的 这个部分的保护力 非常的低 也就是说 这些人 他有可能在接种了疫苗之后 他感染了 但他无症状 所以他可能在鼻腔 或者在敌发地方 带着这个病毒 带着这个病毒 如果他没有做好个人的防护 或他的卫生习惯不好 他甚至可能变成一个移动感染源 所以这会使得说 你未来的防护越加困难 除非你把这些移动感染源 让他不能随处的去聚会 要不就是说 你必须把感染了之后 可能会死亡的高风险群 一定要达到好达到满 不然你这样子 在Delta进来之下 如果疫苗没有办法 降低这些无症状 或轻症的感染 届时这些人带着病毒移动 造成这些高风险感染族群 又变成重症住院的话 再来又回到了医疗 就是社区再度中华医疗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两件事 第一个我们年轻人打不到 老年人不想打 所以这两个 这个应该要打到的 这个一定要去打的 如果都还没做起来 我很怕说到时候Delta进来 我们就会面临一个 像他们一样 本来是已经控制良好 你想四月 几个月下 还可以累积到六万例 你就知道它可以 多么迅速的传播 多么快速的压垮你的医疗